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做一部韩国犯罪动作电影 《邻里的人们》 男主是一名高中体育老师 他也是刚刚得到这份职业 亚洲重量级拳击冠军出身的他 体重近200磅 一身放大腰圆的肌肉 远远看去犹如台山 但男主虽然人长得粗了一点 但却极其腼腆 刚到学校的他更是捏手捏脚 见人就鞠躬 逢人就哈腰 而且极其热心 徒弟打旋北黑 他直接找评委会理论 评委会要和他动手 一拳就为男主打成猪头 路边的寻人启事脏了 他也会帮忙擦擦 但由于臂围40厘米 力气太大 差点把广告牌擦倒 善良的男主即将到女子学校数值 一到就看到几个流氓模样的妹子 正和一个漂亮女同学对话 上去就问 你们为什么欺负这女孩 女孩乐了 他说 你看清楚好不好 我手里拿着砖头 你再看看是谁欺负谁 男主极其尴尬 只能低调离去 原来拿砖头的女孩叫江有珍 质问对方为什么欺负自己的闺蜜秀妍 而这几天秀妍却失踪了 街头的寻人启事 都是他准备的 男主这边 刚刚上班除了要做体育老师外 由于长得过于霸气 绑大腰圆 气场震得住 校长还让他兼职训导主任 外加要债 而由于男主进的是女子学校 这种长相 粗暴狂野的彪悍 就显得极其尴尬 学生们喜欢的是美术老师那样的小鲜肉 男主这种大胖子 更是受到了学生们的取笑 学生也讨论 这胖大爷谁啊 贱人就要钱 说着说着就被男主看到了 这不是姜有真吗 老师我明天就换钱 还有什么 没事先告退 等一下 你们班是不是有一个韩秀妍 欠了一百多万 你告诉他 意气欢 这个叫韩秀妍的学生 已经很久没来学校了 路边的寻人启事 就是姜有真贴的 于是准备上个厕所 和我偷偷跟踪姜有真 但是进厕所时却发现 对面厕所居然出来一个男的 男主一看自己 进的是男厕所 上厕所时 却发现姜有真 跳枪逃绝了 于是悄悄跟上 姜有真早就觉得 体育老师猥琐 这下更是有所防备 为了掩人耳目 男主只能假装 在娃娃机前抓娃娃 与此同时 他还看到 学校的理事长 正在宣布竞选阵长 还被路边群众破口大骂 不过男主 没空操心这些衣冠禽兽 继续跟踪姜有真 姜有真左拐右拐 无意间进了一个夜总会 于是开始在夜总会打听起来 声要挨打 男主突然一声大喝 从外面走了进来 但小混混却拉着姜有真 往楼上走 三个不要命的小混混 想阻拦 被男主轻描淡写的 一白手就推了回去 姜有真想离开 谁敢挡谁敢拦 两个人就这样 从黑帮夜总会全身而退 姜有真也默默惊叹 哇操 有激咒的大叔 好帅呀 现在知道大叔的香了吧 出门后 一个美女服务员跟了出来 告诉他们 秀妍确实在这里工作 但男主想多问 对方却不敢多答 男主带着姜有真 开车来回转 眼看天黑 就先将学生送回家了 可是姜有真回家时 却突然看到路边停了一个黑车 姜有真感觉不妙 想要逃跑 刚走几步 就被一个黑人打晕 而男主发现 学生的手机忘了 于是原路返回 正好看到黑人还没离去 男主一脚油门上去 黑人见识不妙 扔下又真 开车逃跑 男主急忙带着受伤的学生 去了医院 还报了警 姜有真告诉警方 今天袭击她的人 很有可能就是绑架自己闺蜜的人 但对方不信 表示 你们这些小孩就不要管了 我们自己不会查嘛 出去后 男主看负责人满身酒气 就问了一个老朋友 到底会不会调查 朋友说 现在竞选时期 这些事要低调 不过应该会查的 男主知道不靠谱 只能自己调查 韩秀嫣父母双亡 家里唯一的亲人就是奶奶 还欠了很多债 如果真的在夜总会上班 也是有可能的 次日她开始询问其他老师 但其他老师根本不愿意 管这些学渣的事 这些学习不好的 经常翘课的 管那么些干嘛 不要信那个韩有真的 啊不对 是姜有真 还有那个姜秀妍 说不定过个几天就回来了 上你的课吧 而当天在上厕所时 她发现 女厕所有人抽烟 于是闯了进去 学生不愿意承认 信心离去 男主只好自己调查 他冲进厕所 却发现了不该发现的东西 里面居然有摄像头 男主急忙将摄像头摘下 跑到了校长办公室 结果却被校长骂得狗血淋头 男主这几天 调查失踪案的行为 已经让校长十分恼火了 你整天在外面宣传 我们学校有失踪学生 老子还怎么找人 看到校长一同乱骂 男主摄像头的事 也不敢说了 男主回家打开摄像头记录 才发现 原来安装摄像头的 居然就是坐在自己旁边的 美术老师 所以男主趁对方不在 打开了他的电脑 里面居然有他 撩学生的聊天记录 姜有真也是其中之一 男主急忙 与姜有真打电话 告诉了美术老师的行径 姜有真不敢说话了 因为他正坐在 美术老师的车上 男主也感觉到了 姜有真应该已经上了贼船 姜知道自己有危险 在红绿登陆口时 准备逃跑 却被美术老师一把冲上前 扣住了安全带 美术老师微微一笑 坐车要扣好安全带啊 很快姜有真就被美术老师 抓回家绑了起来 而此时男主也已经跟了过来 他反复叫门 无人回应 知道学生应该是凶多吉少 打碎了门板 力大无穷的男主张牙五爪 一顿宝丝 门板碎得就像纸箱一般 从井屋的男主 一拳就打倒了美术老师 就你个迷倒全校女生的小鲜肉 一番询问过后 男主发现 韩朱银的失踪 果然与美术老师有关 美术老师跪地求招 请求他们不要报警 可是已经太时了 女主已经报了警 而警局的美术老师 看到父亲的竞选宣传 知道自己闯了大祸 晚上理事长就知道了这一切 几天后 男主突然接到电话 说出了新的案情 韩朱银找到了 不过已经死了 失去唯一亲人的奶奶病倒了 愤怒的男主冲到了夜总会 众人也是早有防备 七八个打手拦住他 问他要干嘛 男主不想废话 直接轮拳 亚洲拳击冠军出身的他 每一拳夯在对手身上 就像是一记铁棍 很快七八个人 就哭爹喊娘的倒了一片 小白脸忙叫道 人不是我杀的 在男主的围避下 小白脸只能说出了部分事情 那天晚上他来到厕所 发现了韩朱颜 但韩朱颜身后还有一个人 对方戴着帽子 看不清脸 应该就是他杀了韩朱颜 虽然小白不说 男主也大概猜到是谁了 他开车回去 路上却收到电话说 姜佑珍不见了 男主急忙跑到了 美术老师的豪宅 但却找不到任何踪迹 因为他们在地下室 理事长找到美术老师 大骂他坑爹 要不是我替你杀了韩朱颜 现在你怎么办 原来那天在厕所里 韩朱颜还没死 但却看到了理事长的脸 为了保证竞选 理事长只能杀人灭狗 理事长让儿子 马上去国外避嫌 以免影响到自己的声誉 说完转身离开 而不瞧 理事长和儿子的对话 被姜佑珍听到了 姜佑珍夺步出逃 连鞋都没有穿 却发现大门是锁死的 美术老师将所有的玻璃杯 都打碎铺在地面上 满地的玻璃茶 喝到姜佑珍遍体鳞伤 倒在了地上 美术老师吓得躲了起来 男主看到倒在地上的姜佑珍 想去救他 却被美术老师一刀 冲进了后背 男主忍着锯筒拔出匕首 抓起美术老师当沙包的 差点揍得破相 摔倒在玻璃上面的美术老师 腾得嗷乱叫 求男主饶命 男主没有继续下手 而是续救姜佑珍 结果美术老师 直接拿大理石砖投袭 嘿 给脸不要脸啦 我去 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男主抱起姜佑珍送进了医院 而理事长也胜卷了 正准备开车庆祝 结果被男主开车 一个神龙白尾 逼得撞了电线杆 理事长差点撞成了脑震荡 愤怒的男主走到理事长车前 一拳就打碎了汽车玻璃 理事长吓得屁股尿流 警告男主不要惹是生非 突然理事长电话响了 是警方打来的 正好这有个流氓要打我 你们快来啊 警方果然来了 但不是抓男主 而是抓他 就这样 理事长和他名下的 黑社会性质的夜总会 全部被介入调查 而学校的参与者 也自然逃不了 等待他们的 也是正义的制裁 男主估计是要失业了 好了 以上就是壮汉老师 拳打正关系的故事 邻里的人们 关注电影机山脚 带你看更多经典电影